第一,我不是成功的企業,不過我可以分享一下 在過往二十多年工作時,我都會自己先做 做一個示範的作用,不要做同事自己不做,只要同事去做 我每次都會是第一個到戰場,也是最後一個離開戰場的人 我想同事才會受尊重,值得跟著你一起做 一向我都覺得自己很厲害,覺得我做事的方法是唯一成功做到那件事的方法 好聽叫自信,不好聽叫自負,自大 直到當我賣了香港寬屏之後 買香港寬屏之後,我發覺其中一個CEO和CFO 但再不用在我魔掌的嚴控之下 反而用他們的另一種方法去成長公司 今天可能的成就,我相信是比起我之下 可能做得更好 他們用了另一種方法,收購合併,另一種方法去公司 在這件事我自己學習到的就是 其實真的可以幾條路都可以去到羅馬 不是做事,不是只有一種方法 不是一定要你下面的同事跟隨你每一個步驟去做 如果有一些成熟和可想的同事 如果你放開讓他們做 可能他們做到的事情是比老闆更好 因為科技的發展其實不斷改變消費者的生活模式 消費習慣,營成、營商的環境 尤其對於上半生很成功的企業領袖 尤其我們年過半百 很相信自己過往上半生所做的經驗 但那套經驗未必是全盤可以在我們下半生應用 因為各科技發展的原因 所以我會很建議我們這些所謂企業領袖 應該多些向年輕人學習 下放我們的決定 我相信這樣會令我們的生意做得更加好